- 滑雪度假固然很开心 但是只有小朋友就真的有点头痕了 今次介绍的resort标榜Kids Friendly 适合一家人一起去呀 这间一家全包的度假村 位于法国第四大的滑雪区 由日内亚机场过来都只是一个小时车程 这个滑雪场有超过140条雪道 每个住客入住的时候都会收到SkiLips Plus 可以天天尽情地滑 绝对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呀 一家全包任喝任吃任玩 如果一家人来 相信爸爸妈妈最爱的就一定是这里的mini club服务 由四个月大到十岁的小朋友都可以交给专人照顾 那大人就可以尽情地玩不用臭B啦 至于小朋友都有不同的活动 不知多开心呀 好似四岁以上的小朋友 已经可以参加免费的滑雪班 全程一样有专人跟实呀 在i club这里的房间也有连了滑雪班 还有初中低级分了不同的 level 无论你是哪个程度都适合你玩的 还在里面中的游泳 公司中的游泳 刚刚教练已经很细心地教了我们基本滑雪的动作 剛剛我是學習了STOP的動作 而且這裡真的很漂亮、很舒服 我們繼續上課 雖然這裡是小組教學 不過教練一樣教得很細心 每個步驟不會教到你懂 就看模特兒學了半天的成果吧 畫完這麼累,馬上帶你去浸泡Jakuzzi 看著這個雪景真的太棒了 同時resort裡面也有室內泳池 冬天一樣可以玩水 加上這個落地大玻璃,真是很漂亮 另外這裡也有森林、Gym Room 以及SPA等等,每天都有不同的東西玩 講完活動就讓我介紹這裡的不同房型 好像resort剛剛推出了全新的單棟木屋Villa 有兩房和三房的房型 一家人就可以住在同一棟玩 哇,這裡就是木屋的主人房景 這裡的露台超大 至於resort的主流也有基本標準房 六日五夜全包價,一萬元已經有交易 另外也有露台房房型 最後講到大家最關心的飲食 resort裡面有兩間餐廳 其中一間住打多角菜Buffet 每晚都會轉換不同的菜式 相當之豐富 哇,還有很多款甜品雪糕 還有很多款甜品雪糕 而另一間就是Ela Corte形式的餐廳 還可以吃到阿爾卑斯山最經典的芝士火鍋 這裏的酒吧是開早早10點至0時12點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在Lobby酒吧拿東西喝 而且大部份都是包括在房間裡的 看完是否有一點心鬱鬱 一家人去滑雪呢? 或是時候計劃定下半年的冬季旅行吧